草莓死苗不长该咋办 专家竟然给草莓吃上了海鲜 让草莓吃海鲜真能长得好吗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您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今天想跟您说一种好吃的水果 草莓 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市丰台区李嘉玉的草莓采摘基地 在草莓成熟的时候 每天都会有很多城里人到这儿来摘草莓 这儿的草莓可以说是最与众不同 他们都是吃海鲜长大的 在采摘的朋友当中 有人听说这草莓都吃上海鲜了 觉得非常神奇 想一探究竟 正好他们也还想体验体验 种植草莓的过程 徐震童 徐震童干了大半辈子摄农工作 一直想包块地种草莓 鱼多是老徐的邻居 很喜欢吃草莓 他们俩分到了一个体验组 这儿一个任务卡 草莓死苗不长该咋办 草莓死苗 草莓死苗我知道就是圈莓断总 稀稀拉拉的长势 很不整形 可是我刚才采摘的时候 我觉得草莓长得都挺好的呀 不不不 你刚才没看见 我刚才在那个棚看的时候 就有死苗了 小鱼一开始只是顾着采摘好草莓 没注意其他长得不好的苗 他跟着老徐在几个大棚仔细看了看 还真是找到了不少死苗 你说这么多事怎么办呀 对不对 没苗怎么长啊 多可惜呀 老徐除了工作之外 还喜欢用块板说事 碰到什么事张口就能来上几句 草莓死苗不长该咋办呢 对于没有生产经验的小鱼来说 还真是有点懵 这我可真说不好 因为对近块我不是特别懂 我觉得呀 死苗就得把那个健康的苗 好苗拿过来去补 让它尽快的生长 根生大不对的长势就成了 专家还真给他俩准备了草莓苗 咱们打开看一下 就是草莓苗 这是草莓苗 有草莓苗咱就能补苗了 还真是 这个大一点 你拿过一颗看看 对 咱们就用这个苗补苗 你看这苗多健壮 根系也好 是什么也好 都很不错的 你看 反正看着整整齐齐的 我觉得过一段应该能开花 结果长得挺好的了 然而 事情并不像小鱼想得那么简单 因为造成草莓死苗不长的原因 有很多 光靠补苗这一项 肯定不行 专家们对种苗大棚管理和土壤都进行了排查 发现问题是出在土壤上 因为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最关键是土壤 土壤是根本 只有好的土壤才能栽回是好吃的草莓 在专家的启发下 老徐也把目光注视在土壤上了 这土到底出了啥问题呢 这些都是 我觉得吧 一个是它的营养不够 另外一个 这土都成大嘎咯 比较板结 根系没法下达 容易死苗 一个连年的草莓的种植 可能土壤里缺乏一些微量人素 第二个呢 这个土壤里面 连年的草莓种植 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菌群 特别是有益微生物 可能缺乏 是土壤呢 变得 不是没有活性的 变得活性越来越差了 第三方面呢 我们发现土壤呢 因为连年的种植 出现了板结的现象 专家们对土壤诊断之后 查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缺微量元素 二是有害微生物多 三是板结 这些都不利于草莓生长 种草莓 顶马虎 问题我得数一数 草莓大棚搞清楚 关键问题得制土 由于大棚里局部的土壤 已经出了问题 所以才造成了 有些草莓死苗的现象 为了确保 捕的苗能够活下来 就得改良 有问题的土壤 老徐和小鱼 会选哪一样来制土呢 这五个桶里 会装着什么宝贝呢 老徐和小鱼 凭直觉 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看呀 不是肥料 就是鸡脂 肯定与咱们种地有关系的东西 有可能是肥料 或者是农药之类的东西吧 因为想解决这个死苗的事嘛 哎呦 这什么呀 这么臭 哦 增加肥 真臭 这什么呀 没有大分臭 哪来的五五香啊 装着一只花 全靠肥咱家 农家肥什么呀 农家肥就是咱们的鸡份 羊份牛份 农家肥好啊 种地不上份 等于瞎糊份 现在农业科技发展得这么快 还用这么老套的方法 那你看看别的 咱们还有什么 肯定还有一些新东西 要不咱们看看这个 看看 这个 我猜是化肥 就是化肥 就是化肥 我觉得还是化肥好 又省时又省力 这多简单呢 撒上就可以了 先看看老徐 他想用农家肥 老徐有经验 知道观光园里 不可能用化肥 然而呢 他却在草莓地里犯愁了 我最认农家肥了 农家肥真是好东西 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这会儿不是使用农家肥的时候 应该在什么 栽苗的时候 咱用它 那就好东西了 现在不行 解决不了 现在解决不了 全面断冷的事 草莓从头一年12月份结果 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年的5月份 在这期间 一旦缺营养了 农家肥派不上用场 特别像草莓的栽培 它要多次的开发 多次的结果 那么它需要肥料的持续的供应 在这方面 应该农家肥就使放劲了 小鱼虽然是个外行 他也有自己的主意 他想 化肥 应该可以做追肥啊 然而 小鱼提着化肥桶 也在犯难 化肥呢 这是简单的提供营养 它不能改良土壤 因为车磨当中是个综合性的土壤 综合因素引起的 但是它使用化肥很难 就根本来解决 而且现在国家提倡 要少用化肥 特别在北京 观光型的园区来讲 尽量的不用 专家认为 农家肥和化肥 各有各的特点 都能给土壤提供一定的肥力 然而眼下草莓死苗不长 不仅仅是因为土壤的肥力不足 还得同时解决 土壤有害微生物多和板结的问题 所以 只是农家肥或化肥 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那看看 后面的桶里 还有什么管用的 行 咱们打去看看 打去看 哎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像 这个肯定不是肥 哦 这就是土 栽培土 是咱们种庄的这个土 那咱看看 嗯 徐叔 就是优质土壤 真是优质土壤 对 优质土壤是什么 优质土壤 你看这土 这是好土 一钻成土 一打 散撞 终要这么一句话 万物土终生 那这不就简单了 咱就直接用这个土壤 直接换土 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那不行 十多年前 咱们这边就换过土 可是你不知道 换土的工资量太大 一是工钱多 二是没点找土去 所以这个现在的栽培换不起 优质土营养丰富 但换土费时费力 看来换土的方法也行不通 那就再打开第四个桶看看吧 这个也不是肥料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好像栽培基脂 你看 这亮晶晶的 像榛棕盐 是吧 那咱看看 你看看 哎 是不是 这栽培基脂 就是人工土壤 我可能就见过一两次 什么效果 什么作用 我还真不太了解 基脂能够人工 按照植物的需求 配置土壤 在高档花卉上用的很多 那么基脂 能够解决眼下 死苗不长的问题吗 基脂 应该说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对 但目前出现的 窗户当中像 基脂很难解决 因为除非就重新栽培 另外这个机制呢 人工配比 成本也是很高的 如果这个大棚一开始 就是用机制栽培的 草莓生长过程中 出现了死苗或不长的问题 用局部换机制的方法 是可以的 而眼下这个大棚 是用常规的土壤栽培的 没有办法局部换机制 因为这样不好统一管理 这一下 只剩下最后一个桶了 咱们打开看看 黑颗粒 这肯定是一种肥料 有一种海腥味 像紫菜的那个味道 海腥味还挺浓 黑是不是饲料 这以前确实没见过 像是肥料 这第五个桶里的东西 是什么呢 老徐和小鱼都拿不准 这东西我还真以前没见到过 但是我觉得挺特别的 有这个海腥味 农家肥有臭味 化肥有氨味 同一次闻着有腥味 这有腥味的肥料 会是什么呢 它能够有效解决草莓死苗或不长的问题吗 其实综合利用多种措施 有很多方法都能解决草莓死苗不长的问题 而这种新肥料 它有什么功能呢 不知它什么基底 也没使过 要看看它是效果 得听人专家的 第五个桶里装的是海藻肥 它是专家们在北京的观光园区 推广的一种新型肥料 它可以活化土壤 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 短时间内就能够改良土壤 使补上的苗健康的活下来 专家们做了大量的田间试验 海藻肥能够有效解决草莓死苗或不长的问题 这是用海藻做的呀 海藻是什么呀 就海洋里那个植物 它的矿物质含量非常高 咱把这草莓啊 用上这海藻肥 就相当于给草莓吃海鲜 草莓吃海鲜 是啊 没听说过 海藻肥真新鲜 要让草莓吃海鲜 这里面不简单 我得好好学一遍 海藻肥里面会有什么玄机呢 让草莓吃海鲜 就能解决死苗不长的问题吗 这海藻肥是用什么做的呢 海洋大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海藻有上万种 有红藻绿藻褐藻 我们采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藻 我们发现麻尾藻它其貌不扬 它却挑了大量 专家向老徐介绍说 以麻尾藻为原料做成的海藻肥 主要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 土壤的三大问题 先来看看 海藻肥怎么给土壤补充微量元素吧 麻尾藻生长在海底 矿物质营养交换量丰富的海域 吸附能力很强 它身上含有的铜铁猛心酶等 中微量元素 都是土壤所缺乏的 为了看明白海藻液肥中 矿物质的含量情况 专家做了一个点灯实验 这是和甜甜水浓度差不多的 海藻提起液 为了看看里面的矿物质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点灯实验 这个是纯净水 这个是自来水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纯净水 灯泡没有量 说明里面没有矿物质元素 自来水 灯泡亮但是非常微弱 矿物质元素含量是非常低的 我们再看看海藻提起液 你看海藻提起液 灯泡非常亮 说明这里面的矿物质元素含量非常高 海藻肥 底湿和锥肥都行 把它湿到土里 就像是在土壤中开了一个矿物质银行 可以源源不断地满足作物的需要 土壤的第二个问题是 有害微生物多 那么海藻肥是怎么解决的呢 土壤相当于一个微生物的亡国 你看这是我们分离的微生物 千姿百态 种类也很多 有的有益 有的有害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在改良土壤的过程中 草莓地里的军群亡国 到底发生了一场怎样的战争呢 专家演示了一个军群竞争的实验 这个是我们从土壤中筛选的杂菌 我们现在要把它揭露培养民中 如果没有任何意志的话 五天以后它长成这样 15天以后非常可怕 它布满整个培养民 如果有害菌在土壤中成为了优势菌群 它们就会破坏植物根系的生长 影响根系对于矿物质的吸收 专家用海藻肥作为机制 培养了一种绿色木霉菌 用它来抑制有害菌 现在我们希望它作为一个 是一个特种兵来打败有害菌 大家可以看到这平昌米 三天以后 用肉眼就能够看到两种不同的菌群了 白色的是有害杂菌 绿色的是有益木霉菌 五天以后 绿色的阵营再逐渐扩大地盘 七天以后 白色阵营越来越小 到15天以后 就成了绿茫茫的一片 木霉菌成为了优势军群 原来用海藻肥培养的木霉菌 生长速度很快 它们占有了有害菌的生存空间 从而抑制住了有害菌的生长 成为了土壤中的优势菌群 保护着植物的根系 草莓的根系的生长发育 它需要一个特别失忆的土壤的环境 那么土壤中的微生物菌群 对草莓根系的生长发育 都显得特别重要 特别有益微生物的菌群 植物有益微生物菌群多了 草莓的生长发育才好了 就不会出现缺苗断笼的一些现象 给土壤添加矿物质和有益菌不容易 而想改良土壤板结 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专家展示了三种草莓地里的土样 正是我从草莓地取出了三种土壤 那么看一下第一种土壤 那么这第一个土壤呢 它是非常坚硬非常致密的一个土壤 那么看板结现象非常严重 就像这个小石块一样 第二种土壤也有轻微板结的现象 用手捏一下 它可以变成细碎的颗粒 用这种土壤种草莓 算是基本达标 第三种土壤是优质土壤 比较疏松 为了掩饰土壤 保水保肥的差异 专家做了一个浇水实验 你看这个板结的土壤 它这个水分一样都流出来 而且这水比较轻 说明它就直接从这个土壤的表面上流下来的 根本就没有渗到这个土壤的里边去 这些优质的土壤是用海藻肥改良的 之所以能够吸附住更多的水 是因为海藻肥里含有一种叫做海藻多糖的神秘物质 海藻多糖 到底有多神奇呢 那么这个氏管呢 是我们普通的清水 那么这个氏管呢 是加了海藻肥的这种液体 那么现在呢 我们想把它交到我们的土壤里边 看看它怎么能改变土壤的这个团力结构 在两个装了等量土壤的氏管里 分别加入等量的清水和海藻肥 然后我们来把它摇匀 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摇得特别的匀了以后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静置 一个小时以后 两个氏管里土壤的沉淀差别非常大 加清水这个粮桶呢 它水是水 土是土 它的风程非常的明显 那么加海藻肥这个处理呢 它的沉淀明显减少了很多 为什么加海藻肥的粮桶 它的沉淀非常少 大部分土壤颗粒都悬浮在海藻肥的溶液当中了呢 原来海藻肥的原液十分粘稠 液体当中含有的这种海藻多糖 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能够粘连住土壤的小团力 明白了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 浇水实验中土壤吸水的差异了 板结的土壤中 土壤的团力结构排列得非常紧实 几乎没有缝隙 所以存不住水 而用海藻肥改良的土壤中 海藻多糖会和土壤的颗粒粘接在一起 就像是建造了一个个小房子一样 这样就可以把水分和养分储存住了 老徐和小鱼这一下明白了 用第五个桶里的海藻肥 真能够改良土壤 从根上防止草莓死苗 老徐 海藻肥的使用是非常方便的 是吧 如果要是缺毛断笼啊 及早补苗 补苗的时候呢 血湿 但如果要是苗长得不太壮 那么呢 就可以呢 进行这种捕湿 追肥 海藻肥 抵湿和追湿都可以 它的原料来自天然的马尾枣 对环境没有污染 能够全面地改良土壤 所以就是现在咱们现代能源太好 特别是摄氏能源 没错 必须这样的好 没错没错 让草莓吃上了海鲜 种草莓的土壤得到充分的改良 消费者呢 才能够吃到优质草莓 通过体验者的深入体验 也让我们看到啊 就一个草莓死苗不长的常见问题 竟然包含了那么多的实用技术 科技的不断进步 也使得农产品的品质越来越棒了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更详细的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发酵床养蛇 蛇床该怎么扑呢 蛇得了肺炎 应该怎么治病呢 饲养毒蛇 人工该怎么给它喂食 科技院下期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